I Like Radio 中国的新网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弗洛阿德的电影地图 又有好片子可以看了 阿德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这一次的亲密年假过得好吗 过得还行 不过还有些人出去玩了 或者是各方面的就没有追到剧 或者追到好片子 最近其实还有很多外语片也不错是吗 是的 就是今天就要推荐给大家 好 大家一起来看看 第一部其实是一部法语片 我觉得法语讲起来其实是蛮优雅的 是的 但是真的听说很难学是吧 是的 就是而且好多那种什么 那种语态都不一样 好 我们来聊聊这个堂皇罗曼死 不是死哦 是死 对 然后这部片子呢 是由那个法国的凯撒影帝跟影后 塔哈拉辛跟维吉尼爱菲亚他主演的 那塔哈拉辛大家看他的名字叫拉辛嘛 那原来他就是阿尔吉利亚裔的法国人 对 但他这几年也就是串出头来 就是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但再加上他的外表当然也是帅哥啦 那他们这次呢就是等于是颠覆了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一位风流才子就是堂皇嘛 那那世人已经有写过非常多有关他的小说 电影翻拍了也不知道多少次 对对对但他这次就是把他颠覆了 而且这次啊两位主角在片中啊还不时就唱首歌 哦 所以算是歌舞剧吗 没有跳舞只有唱歌 对然后就是比较像是歌剧 那他里面呢就在讲说大家知道堂皇是非常风流嘛 帅就会风流 对跟非常的女性 然后再加上那个可能也很会花言巧语 于是呢就是拐骗了非常多女性 但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叫罗宏 那这个罗宏呢一开始的故事就是他准备要结婚了 然后就在等待新娘到达现场的时候 那他就看新娘怎么还没来 就打开窗户往下面一看 然后这时候有一位穿着比较清凉的女性走过去 然后他就看了他一眼 然后那女人也抬头看了他一眼 结果这只是看一眼哦 他的老婆就是他的未婚妻 正好穿了白纱走过来 看到这一幕就怒火中烧 就决定取消婚礼就不嫁了 就没来了 对然后男主角就一直不懂 为何这个未婚妻就这样不结婚 然后那个未婚妻也没告诉他说 事实上是因为我看你看了路上的一个女孩 而且那么着迷的看 没有没有其实才看几秒钟 眼神对峙然后看 因为男生他其实很喜欢路上有漂亮 如果是我我是女生我也看 帅哥我也看你不看吗 也会看嘛对不对 实色性也 对但他这个未婚妻就是这么敏感 然后男主角就非常的崩溃 觉得说就这样子这个婚就没结成了 然后非常的落寞 然后他在这段疗伤的期间呢 他就是可能在酒吧或怎么样 他就会跟一些女生搭讪 有的成功啦有的女性就拒绝他 然后给他就是颜色看 对可是妙的是他遇到了这些他搭讪的女生 这些女生都很像他的未婚妻 都是可是所以其实都是由这位凯帅后同一个人演 他一个人就有时候各种造型 各种造型黑发或者是红发等等的造型 然后出现在男主角的四周 但最后后来男主角决定他还是因为他是个演员嘛 他必须要去排堂皇这部戏 然后舞台剧 于是他们就从法国到达了这个格朗维尔这个城市 然后那个剧场还蛮特别的 就是观众可能都坐在那个户外 然后演员是在这个里面的舞台演出这样子 有点像小剧场的那种表演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演了剧 但是那个原来的女主角就太嫩了 就是一个新人他非常紧张等等 那所以后来他就不演了 就压力太大不演 然后这个舞台剧的女导演居然找来救火的 就是他前问婚期 然后他前问婚期又跑来演员 然后男主角就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当初在婚礼放我鸽子 然后你现在又跑来跟我对戏 又这么亲密接触 对我每天都看到你 当然这个故事他们后来又复合了 可是复合了 如果是好莱坞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但是这就是法国片 法国片就会让你发现 女主角又看到男主角在餐厅看别的女生 所以这男的就是他干脆戳瞎了算了 没有也不是戳瞎 他只是看他连搭讪都没有 不准看啊 不是上次就是看的问题吗 对啊对啊 没有可是男主角不知道 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而且算了他们这样不解也好了 因为 真的好痛苦哦 一辈子都不能斜眼看人 对对对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剧情了解到 原来女主角的爸爸 以前是一个酒吧的钢琴师 然后很多女生就说你钢琴弹很好 然后爸爸就跟那些女生有一些婚外情 所以他从小就很没安全感 所以连老公在后男朋友 就是看看人家连也没有怎么样都不行 对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悲剧 所以他点于是颠覆了这样的一个那种风流男性的形象 就是女性反而可能是让男性痛苦的来源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观点 然后就当然这部片就是看这两位影帝影后啊 他们互相这种演技的大拼斗 所以唱歌也是两位自己唱的吗 对对对 也是两位自己唱的 为什么人家真的都这么多才多艺 长得跑 但男主角会演戏又会唱歌 而且维吉尼艾菲亚 他本来是电视台的主播 是报新闻的 形象这么好 然后出来演戏 然后又唱歌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加入影坛之后 没想到他演技非常的强啊 之前他也演过一位 就很有争议系的电影 他演的是一位修女 但是他在情欲上有非常大胆的演出 对所以就是 因为他的很多电影 我们台湾其实都有放映 我相信很多人对喜欢看法国片的 应该对他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部片子其实算是 就是爱情的折磨片 对对对 就是有很多人团队爱情 就充满了向往 或正在恋爱中的 对或者是忍受不了另外一半 看别人或者是跟别人有暧昧的人 看了这部片子 应该可以了解那种嫉妒的心情吧 但是这样的人会常有吗 我就觉得现在什么时代了 随便身边过去一个都是巨男美女 不管是不是真实的 或者不管是不是整过的 而且很多有照片 网络上更多 对啊那你就也不能上网 也不能看FB也不能干嘛 所以这男的其实还蛮压抑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但这部片当然有法国的美景 包括巴黎的共和国广场等等 那这些景象也蛮符合 就是大家对法国浪漫的印象 对我们之前有介绍汉卫任务 也是在这个巴黎前面广场前面拍的 凯旋门 不过那个就不是浪漫 那是一个非常激烈的 我们看到 但是拍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对对对 感觉景色蛮满 对对对 那鸡哥已经60岁了 他有60 他快要60了 对然后就这样 好像58岁吧 就是很努力的演出这样子一部片 那巴黎当然还是很美 但最近大家可能不要去 因为马克宏要推行的年金改革政策 引发了巴黎跟法国人的不满 然后他们已经前阵子 上街头 有百万人上街头抗议嘛 那他甚至还有焚烧市政府 等等的行为 对就是最近可能不要去巴黎 那过阵子 或者是大家从这部电影中 至少你不要碰到罢工这些事情 这样就很痛苦了 然后再堵在路上 其实也蛮痛苦 所以你的旅游什么都做不成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 最近之前以色列不是 是也在抗议要叫他们总理下台 他们现在全国也是要展开大罢工 对就是要抗议这样子 所以我们旅游的朋友 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些事情 有的时候朋友说 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排了两个礼拜 假有一个多礼拜十天都在罢工 哪也去不了 然后公车也停止 然后什么警察也不上街 反正这些事情真的搞得也 人仰马翻的 对然后巴黎也不再浪漫了 也不再浪漫了 对对对对 好那这部片子会在4月7号的时候 也就是明天正式上映 让所有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法式浪漫 其实还是有浪漫的 歌好听吗 歌好听啊 当然也是也就是看他们不同以往的 因为他们以前可能都展现演技 然后这次必须要唱歌 因为他们演的是歌剧 所以多才多艺的展现了 而且男的帅女的漂亮 所以也赏心悦目 对然后插出不同的火花 好那么第二部片子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Air 对不对 对然后 4月5号前天就上了 昨天上的 就是提前上映 因为这部片子呢 相信很多人当你非常喜欢篮球 然后都是NBA的忠实的粉丝的话 穿鞋要穿Jordan的鞋 对Air Jordan 奇怪我们为什么要帮他打广告 对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片名不叫Air Jordan 结果我后来想说可能叫Air Jordan的话 冠名权 就是要让那个Jordan抽钱 我猜了 那这部片子呢 其实当然Jordan 有饰演Jordan的那个演员 但是呢 那个演员并不重要 因为他从头到尾可能台词不到实距 而且很多都是照他的背影 或者是他的侧面 因为怕真的这个人会影响到 别人对他的印象 所以不能 对因为Jordan是神 而且Jordan还活着 Jordan就是真的 Jordan好像 这样才刚过60岁的生日 对Jordan还活着嘛 所以任何人演一个神 就是亵渎了他嘛 反正所以在这部片中 Jordan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把Jordan推上了神的宝座 那当然Jordan他个人的球技 是非常的强 可是这部电影呢 其实描述的是 Jordan才刚从大学 然后被 要看到千里马的到底是谁 对吧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听Lady Gaga的歌 马上回来 中和雷星王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 弗洛阿德的电影地图 今天推荐了第一部的是 《弹簧罗曼死》 就是促进大发的女生 但是也造成了一些情感上的波折 这部片子会在明天上映 接下来的Air是昨天上映的 然后导演是班亥佛列克 对 因为班亥佛列克跟我们本片的男主角 就是麦特戴蒙 他所饰演的Nike的经理 他才是这部电影的主要灵魂人物 可是麦特戴蒙的戏份当然是最多的 可是事实上他是在描述Nike的团队 以及唯一的女主角 也就是乔丹的妈妈 由威拉戴维斯所饰演 那他们这群人如何说服了乔登的妈妈 让乔登愿意考虑跟Nike签约 因为当时在美国 其实销售第一的是Converse 跟ID的 没有那时候Nike只是一个老三 而且他的这个老三 是跟老大跟老二的销售率差很多 十万八千里 可能他们前面他们都占了 每个都占三四成 你只有占一成这种 而且他的篮球鞋卖的特别烂 他卖的稍微好一点的是 他的那个跑鞋 就是跑步鞋 但那个时候Jordan已经成名了 没有Jordan还没成名 Jordan只是大学的时候被看中 被NBN选秀 然后他还不是第一名被选上 他是第三名 后博不是 不是第三名 就是NBN会选很多的球员 然后已经签约了 但是你还没有真正踏上 还没有上场 对对对 就像你被美国的大联盟选中 但你还没有真正的上场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赶快跟你签约 因为一旦你上场之后 你红了 你打得很好 签约金就不一样了 那或者是你上去了打得很烂 那我们之前花签约金也就白白浪费 就是要赌啦 对对对 就是当然就是看你在大学球场打得怎么样 然后NBN选了你 然后这时候Jordan他自己 他偏好的是爱迪达跟converse 因为他觉得这两个才是第一第二取牌 我为什么要选一个老三 而且这个老三就是遥遥落后 然后他并不喜欢Nike 然后他完全不考虑 那这时候麦特戴蒙他一直他是室友篮球部的经理 篮球鞋的经理 那他就是业绩一直跑 然后拜爱佛列克饰演的是Nike当时的CEO 他一直告诉他们说 如果篮球鞋的部门在 业绩再不能提升的话 我就要整个把整个部门砍掉 就我们以后不要再做篮球鞋 就是压力三大 对压力三大 然后麦特戴蒙觉得 他看了乔丹在大学时代球赛的那些 他觉得乔丹是一个 他认为将来会成功的 奇才 对对对 可是他就要怎么样说服 这个总裁CEO说 因为他们只有25万元的预算 美元啊 25万对他们来讲 真是什么都不是 没有25万美元 是要给三个球员 他们本来是计划请三个球员 就是我要赌 因为看谁上 因为前几名的他们一定是想要跟 爱迪达跟converse签约 然后我们就签中间的 中间的虽然中间入选了 可是他有可能后来会打很好啊 那我们将来还是有点机会 对 然后他就25万美元要请三个 结果后来乔丹的妈妈说怎么可能 那个爱迪达他们出价 也是25万元 而且是只给他一个人 那怎么办 他们最后就决定 那我们就独注一职 独注一职 对 但是那可是问题是 你就算愿意这样 乔丹他也不愿意 于是麦特戴蒙就很辛苦的 从他们公司开车到北卡罗纳州 就是乔丹的爸爸妈妈家 因为经纪人跟他说 没可能啊 他乔丹不会考虑你们 他就直接决定杀去他们家 跟他妈妈谈 希望他妈妈可以劝乔丹 然后威拉戴维斯就是乔丹的妈妈是在银行工作的职员 头脑也很清楚 所以他很有数字的概念 然后他问麦特戴蒙说 请问你饰演的这个角色说 请问你认为为何 什么条件我会跟你签 对不对 什么资格 因为你们真的是老三啊 而且你们的业绩很差 他就问这个桑尼 就是戴特戴蒙饰演的这个经理桑尼 他说你到底有提出什么条件 或者是 你怎么说服我吧 对 然后麦特戴蒙就跟他 桑尼就告诉他说 我知道你们会跟爱迪达 还有跟Converse谈 我告诉你 你遇到爱迪达的总裁 他会跟你说什么 他会 他是什么样子 甚至他戒指在哪里 我都可以告诉你 然后Converse又会跟你说什么 如果他们 你去跟他们谈了 他们讲的内容 跟他们的呈现方式 跟我说的一样 对 请你一定要说服桥丹 跟我们开会 因为我们会给他 完全不一样的规划 然后后来真的是这样 然后他妈妈就劝服了桥丹 但桥丹来到 一姓蓝山 Nike的总部就一副 不是很那个 就想好嘛 我妈叫我来 我就来了 我就听听你们到底要讲什么 然后这时候 桑尼他们就规划了一个 要为桥丹设计一个 专属他的鞋 就是篮球鞋 因为以前 那个爱迪达或什么 他们就是卖鞋嘛 你只是穿上他的鞋 你只是代言嘛 对对对 他现在要为他专门打造一个鞋 就是后来的 Air Jordan 然后Air Jordan的第一代 居然是长那样 他们是怎么样讨论 然后设计出来那双鞋 我觉得那段历程也非常的棒 因为他很好笑 就是那个NBO规定 那个鞋子要以白色为主 然后别的颜色不能够超过 如果超过要 一上场就要罚5000美元 然后后来Nike就说 太好了 我们让他罚 然后这样可以对我们的鞋子打广告 对 所以就是用这些诚心 还有他们的规划 感动了乔丹 所以后来乔丹选择跟他们签约 而且更重要的是 乔丹聪明的妈妈还跟这个Nike讲说 我想你们的合约 好像忘记写一个部分了 那就是说 我的儿子将能够从Nike卖任何一双Air Jordan 我的儿子都可以从上面抽 分润 好像百分之一 对 就一双鞋如果是3000块的话 而且是全球分 不是只有分美国 就是台湾有人买了一双Air Jordan 他都可以抽 然后他们就吓到 说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吗 因为以前在乔丹之前 没有任何的运动员可以抽 卖的运动商品里面抽到利润 在现在就可能了 想当年真的是不太可能 就是乔丹开启了这个 这个观念 对 乔丹的妈妈想到了这个idea 对 然后所以呢 其实这是一部 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商战电影 大家可以看到 乔丹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永远见 听起来都是Jordan 但是Jordan都没露几个脸 主要就是经纪人怎么去谋核 就背面啊 侧面啊 然后对 然后他也没发表 体型相当 现在Jordan已经到第几代了 我不知道 现在Air Jordan 好像十几代 十几代了 对对对 到现在我其实我经常看到 Nike在我们家那个 敦化南路的巷子 还经常排队 排这样弯过来 弯过去 我的妈呀 所以那个Jordan的魅力 真是他妈妈太聪明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Nike替他造神 因为Nike到现在还继续替他造神 因为我要帮你造神 所以就算你退休了 我的鞋子 你还是神 我的鞋还可以继续卖啊 没错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笔 怎么算怎么清楚的账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雷星王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回到 弗洛阿德的电影地图 今天的两部片子 听起来都很有故事 尤其是Jordan这个部分 是昨天上映的 那大家赶快抢的这段时间 可以看一看 如果还有朋友还在放假吗 没有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这部片子 重启人生 这个是在影视平台 对那就是大家付费观赏的 影集啦 那这部日剧 这是影集哦 对这是影集 十集 OK 对那这部片子呢 是由那个安藤英所主演的 那说到安藤英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 安藤英是谁啊 那就是士之玉和之前导演的 小偷家族的女主角 OK 那她不是什么 绝世美女 也不是大家平常看到日本那些 好像清甜小可爱 对的那些女演员 所以呢 她之前可能都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她的演技呢 大家是有目共睹 那这次呢 她居然能够在日剧的重启人生 担任女主角 其实因为她演的是一个非常在演技上是高难度的角色 那她也不负众望 交出了很令人大家就是很惊喜的成绩单 更何况说这剧集还在播的时候 现在已经播完了 还在播的时候 日本的那个奥斯卡 她又得到了最佳女配角角 然后欺负沐冲得到最佳男主角 就他们一起演的那个男人那部电影 OK 所以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而且安藤英的外祖父非常有名 叫全仰义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 对 就二战的前首相 然后而且很不幸的在首相官邸里面被 刺杀而死 Sakura End 对 那安藤英演的这部啊 那个重启人生啊 其实刚开始看第一集 大家可能觉得 老梗了老梗了 就是在演一个三十几岁的女性啊 在日本熊谷市的事工所里面工作 然后就是每天面对那柜台 然后柜台有一些人 老先生或者什么 就会抗议说 你们政府是搞什么鬼啊 怎样怎样呢 然后就是每天要应对这些 然后过着平凡的生活 然后就回家 可是有一天 她跟她的闺蜜 就是木南琴夏 夏凡她们 然后就是 庆祝生日啊 等等 然后回家为了要解一个东西 结果就被车撞死了 然后就这第一集 就发生这样的事 女主角被撞死了 对 然后接下来她到了一个 类似像天堂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跟她说 你要投胎了 她说 她就问一下 请问我投胎要变什么 她说你会变成石蚁兽 然后她就非常的难过 她说好 我就只能变成石蚁兽 然后她说 好 我不想变石蚁兽 怎么办 她说 那你可以走另外一个门 另外一个门 你就可以重启人生 然后她的重启人生 就是你回到你的人生 可是 不是从现在三十几岁开始 是从婴儿开始 重新投胎的意思 不是从婴儿 她还是到原来的家 她还是原来的爸爸妈妈 就是她的人生要从 从零开始 从婴儿开始 出生开始 然后她就很痛苦 天哪 我现在 我明明已经会讲话 但是我还是要从一个婴儿 然后假装 然后爸爸做那种 骗小孩的手势 但我还要很开心的笑 其实那个我以前都经历过 但是她会有记忆 她的记忆是保留的 那蛮辛苦的 对对对 然后她就是 她就想说 那我这第二次 我要多做一点好事 我要改善我的人生 人生的缺憾 对对对 然后我才能够积满阴德 然后我才以后投胎才可以变成人 不要变成食以兽 所以第二次她的人生 她就很努力的做一些事 例如学校的那个 她在念幼稚园的时候 那个幼稚园老师她很喜欢 可是你知道幼稚园的老师 很容易会被学生家长的爸爸勾引 然后就发展出不伦列 对不对 然后她发现了 她想办法阻止 大雄想办法阻止 对 然后一个小孩子 然后其实她是三十几岁的人 但她是一个小幼稚园的小孩 就是老灵魂 对对对 她是如何拯救 然后她做出什么事情 然后包括她的同学啊等等 然后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她要去阻止他们 然后累积自己的应得 然后可是他们这种重启 这部片子好玩的是 她的重启人生是重启了好几次 不小心又死了 不小心又死了 对对对 又一直重启 然后她就一直加强自己的技能 甚至她以前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 可能对念书没有兴趣 后来她奋发突强 然后甚至到最后 她为了要拯救 她的好同学好闺蜜 她居然当到机长 开飞机的机长 而且这部片子很妙是 居然还开到松山机场 台北松山机场 有帮我们宣传一下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她要阻止一个 那个悲剧的发生 所以这是一部 非常轻松的喜剧 但是在这个轻松的剧情里面 又带来了很多人生的启示 而且到最后 她究竟最后 登得圆满的时候 她又会投胎变成什么呢 我想到看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 大家都会玩耳一笑 但是也就是说 这部片子让人反省说 其实你是有无数次机会 但不见得一次比一次好 对不对 你可以做到 轮回或者十一收 你可以自己努力的 让她改变 她的确改变了 她在重启了好几次之后 她把她的人生变成不一样 是每一次死的时候 都是三十几岁吗 不一定 对差不多 所以她的人生 一直都在这个阶段的 重新来过重新来过 对但她都是从婴儿再度开始 而且都是原生的父母 原来的一些的师长 原来的朋友 都是一样 全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经验累积太多了 应该不会有缺失了吧 当然还是会有遗憾 因为考试的题目 你都会知道吧 对对 所以后来她成绩越来越好 对甚至可以非常努力的成为机师 大家知道机师需要 智能跟体能 对对对 而且还是女机师 那她们为什么要飞到台北中山机场 所以就是这个剧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然后这部电视剧还有包括黑木华 然后松板桃李他们来客串 因为应该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所以就会让大家 而且最重要的是本剧的编剧笨蛋节奏 就是她的艺名 她的艺名这么可爱啊 笨蛋节奏 这个笨蛋节奏先生呢 就是在天堂那个柜台 一直告诉她说 她自己有演啊 她一直给自己加戏 因为她每次重启 又会遇到那个柜台先生 柜台先生会说 你这次会变什么 你会变十以兽 你会变禁鱼 你会变什么 等等的 就不是人就是了 对 所以她一直努力要在不断的重启中 希望自己能够累积到非常高的应得 就是因果的时候 就是让她可以不要选择动物了 可以变成什么 不是选择啦 就是说你的应得基 累积到什么程度 你就会投胎变成人 她希望她有点 所以人是最高等级 我一直觉得不是大家都说 我们不要再投胎做人了 太辛苦了 人生就是功课 可是你想要当十以兽吗 没有当过不知道 而且十以兽的寿命很短 对 所以这部片子 就是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启发 而且最后 你真的想要变成人吗 不是变成人 人生就不快乐了吗 不是人生啦 就是你的生命就不快乐吗 我觉得她最后也有给大家 就是给你一个挑战 让你仔细地思考一下 你这辈子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未来事还要干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雷星王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 弗洛阿德的电影 地图我们刚刚介绍了三部片子 其中最后一部片子重启人生 是最近在网路平台上 KKTV 哈密video 这些部分你可以看到 就是十集的日剧还不错 轻松小品 但是也可以有省思 那最后的是4月7号会上映的 再一次勇敢跳跃 对 但这次也是一部法国片 然后之前获得了法国凯撒奖 9项大奖的机密 哇 这么这么荣光 对 而且第一次演出电影的女主角 玛丽恩伯恩 因为她本人是巴黎歌剧院 巴黎舞团的首席 她是真正的芭蕾舞演员 好优秀 对 然后导演写了这个剧本 然后邀请她来饰演这部片中的女主角 然后她也因此获得了最佳新人 女新人的提名 对 因为她当然能够变成 那个芭蕾舞团的首席 也是经过了不少的血泪 受伤等等的 才能够站在那个位置上 以前我们看过那个黑天鹅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路的过程 然后她这部电影里面 她就饰演 她也是一个首席的芭蕾舞者 可是因为她发现了 她男朋友 就是也是芭蕾舞的演员 然后但是她男朋友 居然跟舞团里面 其他的女生其实有外遇 然后她就非常难过 因为她是在演出的时候 你知道幻目或什么 她看到了 结果她上台的时候就有点闪神 因为她非常的震惊 想说她男朋友怎么会这样对她 而且我是首席 而且还是跟舞团的其他的女生 所以她就一时闪神 就在舞台上跌倒 受伤了 对然后脚踝就非常严重 然后医生就告诉她说 你可以复健一阵子 那如果复健情况不好 就要开刀 然后开刀之后呢 那有两年 你是不能跳芭蕾舞的 对那她的人生不就完蛋了 严重的伤害 对于是她就到了我们片中的那个布列塔尼的那个地方 然后她因为反正她也没办法去芭蕾舞团跳舞 她就到布列塔尼跟朋友到那边去打工 然后养伤 对然后顺便就是换个心情 因为那里也可以看到布列塔尼的那个景象非常美 完全不同于巴黎的 或者是歌剧院非常华丽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压力 那于是呢 她在这个养伤的时候 她又认识了一群 就是现代舞的舞者 然后他们到了她所工作的民宿 然后住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练舞 然后她就接触到现代舞 然后她就跟那些人一起练习 然后后来她逐渐发现 当她放下内心的这些纠结 还有她跟前男友的那种爱恨情仇之后 那现代舞治愈了她的那个心情 然后她终于又可以再度的站起来 然后最后就是她在舞台上 回到舞台上跳了现代舞 对然后她的父亲一心希望她能够从事 她父亲是律师啊 她父亲希望她能够当律师 不要再当这些 可能吃不饱或者年龄受限制 就人生可能有断性的可能 对对她说运动员或者是 芭蕾舞者等等 就是35岁以前啊 就是你生命的巅峰 对但你万一受伤 或者是你怎么样了以后 你的体能不在了 那可是你35岁之前 你可能就失业了 对那你的人生要怎么办 35岁以后怎么办 对对对 然后但是她这一次 然后她在舞台上跳了现代舞 让她的父亲感动落泪 就是又觉得 然后这个女儿也觉得 她又找到了新的一次人生 所以就叫再一次的勇敢跳跃 对 那这个片子为什么会得到 九项这个提名的殊荣呢 应该是说 她是在疫情的时候拍的 因为导演就捡到一个便宜 因为你平常都没有人 不是你要找到那么多现代舞者 还有芭蕾舞他们平常都很忙 他们要忙着演出 可是因为疫情的时候 所有演出都停了 然后这些演员 这些芭蕾舞演员 他们也没有收入 对所以她就把他们聚集起来 然后让他们在 那个歌剧院或怎么演出 然后歌剧院也很便宜的租给你 因为没有演出 那个没有人要用那个舞台 对 然后她就把那个很便宜的租给你 然后她就可以尽情的拍摄 然后这些优秀的芭蕾舞者 跟现代舞者都贡献了这部片 所以这部片子 所要看的就是精彩的舞蹈 真的都是第一名的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很有空 我真的觉得芭蕾舞 其实如果看得懂的话 真的跳得好优雅好好看 但是难度也相当的高 谢谢阿德的分享感恩 谢谢 我们来听听最会跳舞的许慧心 她应该也会跳芭蕾舞对不对 这个白富美 来她所唱的《孤单芭蕾》 四点是无二全主持的 没事来她